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工业增加值8月同比增长 刷17年新低 外汇局宣布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的限制 标志着中国扩大金融开放 又以重大举措 李克强表示 只要就业比较充分 经济风速高些低些都可接受 香港经济第三季度将呈现负增长 北京要求最大型国企加强在香港投资 金融大鳄索罗斯趁乱狙击香港败匪 欢迎您锁定财经时事听 16日星期一 两名美国参议员 要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与国家安全机构检讨 是否应该允许两家中国国有的电信公司在美国运营 据路透社报道 民主党参议员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柯顿 要求FCC主席检讨本个世纪初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颁发的在美国运营的许可证 两名参议员在给FCC的信中表示 这些中国国有企业持续拥有美国的电话线路 光纤缆线 移动网络与卫星的转入 这些渠道可能让中国有能力将美国民众或企业 以及美国政府的通讯内容当成目标 包括以引致中国的方式劫持电信流量 这封信也寄给了国防部和国土安全局 FCC在5月投票表决一致通过 不允许另外一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服务 强调存在中国政府利用该许可证 对美国政府开展间谍活动的风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还能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十分不容易 而就业是最大名声 只要就业比较充分 收入持续增长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增速高一些或低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他说中国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和能力 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各种风险 他还重申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金克宇 在接受美国消费者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 我认为中国政府仍有许多操作空间 不论是财政措施还是货币政策 还是就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我们知道影子银行的出现 只要是跟地方政府项目有关 所以我们会看到影子银行业务再度兴盛 但中国政府有办法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的区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各项8月重要经济数据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 刷新200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该数据比上个月的4.8%进一步滑落 而1到8月累计工业同比增长为5.6%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5% 而1到8月累计同比增长为8.2% 不过8月扣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9.3% 比上个月加快了0.5个百分点 1到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 其中基础投资出现小幅增长 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则小幅回落 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 8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2% 上个月为5.3% 其中25到49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5% 比上个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宣布 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投资额度的限制 同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 新华网报道称 这是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右翼实质性举措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 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 为中国金融市场稳步开放和深化发展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国际主流指数 相继将中国股票和证券纳入其指数体系 并稳步提高权重 进一步提高境外投资者 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 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张鑫表示 截至2019年8月底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持有A股总市值6822亿元人民币 仅占流通A股的1.5% 难以发挥改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机构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方面的机器作用 当前中国全部的境外投资者 持有A股市场 占总市值的3.8% 其中通过QFII的占其中的4成 当QFII投资者贡献的成交量 占外资各渠道成交量的四分之一不到 说明QFII投资者并不热衷于频繁买卖 投资风险更稳健 张鑫表示 取消投资额度的限制将为国内投资者结构 与交易风格的趋势性带来改善 有助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8月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年内 首先同比负增长 凸显财政支出 在年初的高歌猛进后 出现了后继乏力的窘境 根据中国财政部星期二的公布 一到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3万7千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2% 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71%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5万3千亿元 同比增长8.8% 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的65% 另外今年年初推出的减税降费持续 从具体税种来看 一到八月累计国内增值税 44,900亿元 同比增长4.7% 企业所得税 31,000亿元 同比增长3.6% 个人所得税 7,212亿元 同比下降30% 从支出方面来看 前八个月支出增速最高的 不出人意料是属于交通运输支出 同比增长16% 其次是科学技术支出 5,052亿元 同比增长15% 节能环保支出 3,849亿元 同比增长13%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时事听 由饶一鸣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主持 接下来本期节目嘉宾 严应哲和我就中美贸易谈判 北京要求国企加码投资香港 金融大鳄索罗斯 趁乱狙击香港等话题进行讨论 请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 今天参加讨论的嘉宾 是华盛顿地区的 林极县基金管理人 严应哲先生 首先我和他就中美贸易谈判的新进展 开始谈起 这个礼拜的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是星期三的时候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 廖敏率团访美 那么为就是10月份 在华盛顿举行的 第13轮的中美经贸高级别的磋商 作为准备 那我们注意到说上个星期 特朗普总统已经推迟了 本来定于在10月1号 对于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计划 那么中国之前也推迟了 对美国加征关税 而且最近这个星期 中国连续三天都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那您对于目前这个当下的情况 有什么看法呢 是这样子 这个贸易战从去年一直打起来以后 就越打越烈了 到后来就变成所谓的 Tid for Ted的这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打你一掌 你踢我一脚 类似这样子 那越踢越凶悍 就跟吵架一样 那突然到了一个高点以后 突然有了转折 就情况好像变好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 中国对于这一个16样产品 把它免除这个关税 比如说这个给动物吃的仪式料 还有妊娃剂 还有这个致癌症的这些药品 一共16样把它减免 那减免就表示说中国已经释出善意 但是原因怎么样 我们是不清楚 可能是为了这个十一七十 中共建国的纪念日十一 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既然有了善意的表示 川普当然也回报了 也就是说刚刚提到2500亿 从10月1号推迟到10月15号 那接下来马上中国就对于 这一个黄豆猪肉来免除 所以现在情况是这样子 一直达到最高峰 那现在有了转机 然后接下来呢 可能双方都有必要 也有这个诚意 在10月份见面 把这个事情至少是 川普所谓的暂时的 这个协议给弄出来 所以现在看起来 情况是比较乐观的 香港亚洲时报的那个网站上 日前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 David Gorman 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特朗普的失败之物 他的文章是说 因为华盛顿是 跟中国打这个科技战 他试图就是联合他的盟友 欧盟 日本 其他国家 抵制华为的5G的服务 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跟从美国 所以在这个事实上 中国是赢得了关键战 但是我们又注意到说 因为美国将华为列为那个实体清单 所以有30几家的那个美国企业 没有办法卖这些关键科技给华为 那您觉得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这个戈尔曼的政法是您觉得是正确的吗 现在华为因为美国等于联合世界各国也希望全世界的公司对于华为发动一个 让华为在这个世界上跟他们等于说分离了 我货不给你 我在技术上也不支援你 类似这样子那华为的作为他也只有一条路也就是说变成去美国化了也就是说比如说 这种很重要的公司一直在向华为供货 那你现在他突然感觉到如果你货没给我的话 华为就很糟糕 华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必须要所谓的去美国化 那去美国化跑哪里去呢 除了自己以外 旁边的国家非美国的国家 他就在那边 他必须要动手 比如说这个长江电子 江苏省一个长江电子 他是大概做这个所谓的封装测试的 那他根本在全世界的供应链上 对华为来讲根本就是没什么重要的价值 可是现在呢 华为知道说我必须要用你 他在七天之内派了二十名的祭司 然后把这个长江 跑到长江电子那边去 把他从二流的公司提升到一流 那就变成说他也可以跟这个华为合作了 那受益的不但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甚至一年周边的像台湾 台湾有个利基 利基他他这个最近股票涨得这么好 原因在哪里 他本来就是跟美国的所谓Quo 还有Skywork 甚至于连Broadcom这些公司来比的话 根本打不到华为这个门票都没有的 那现在呢业绩起来的 因为他华为他必须来用他 而且他后面有这个文帽的支撑 那瑞丽啊台湾的瑞丽台湾的连茂都是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华为他现在变成去美国化 那我其他台湾啊中国国内这些公司呢 华为有的是什么 有的第一个有钱 第二个他有头脑 他肯花钱雇用全世界的一个精明的头脑 他有这些他有这两样东西 那就可以扶植非美国就美国以外的这些公司 你差不多在二三级 我没办法用到你的 我现在把你扶起来 我现在去用你 那对美国公司来讲是压力大的 华为他对美国的半导体一年的采购是110亿 那如果这个华为转单到其他的公司的话 对美国这些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压力是相当大的 所以美国一方面打华为 一方面国内的半导体公司 对这个打击华为相当反对的看法 所以现在情况变成变成这样子 那华为要在亚洲独立自强 可能也是一种好事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香港的经济 从今天的最新的新闻看到 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谈到香港的预计说 香港经济的第三季度会呈现负增长 那么您觉得说现在就是香港 因为反送中的这个修例的这个事件 与这个中美贸易战都已经牵扯到一起了 那您觉得这个香港这个难关要怎么度过呢 这个反送这个流行已经搞了几个月 差不多三个月了 那是不是对中国对香港的这个经济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 但是我认为不是说影响会持久 或者是严重性很大 应该不会是这样第二季是四五六月 四五六这三个月 它的GDP成长 这一季跟上一季比 然后来年化 这个比例已经是呈现负数的 这个Q2已经是负0.4 当然year over year 就是说今年跟去年来比的话 还是涨个0.5 但是Q over Q已经是呈现负数的 也就是说已经是呃算是在衰退之中 第二季已经衰退了 那这个呃反送中这个游行是6月9号才才开始的 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中国呃香港的经济呃衰退 应该是因为这个呃反送中游行直接导致的 我想呢应该是受贸易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那当然了第三季七八九的话 应该也是呃复数 那又有这个反送中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也就是说雪上加霜 所以呃反送中这个事情 对香港的经济有比较长远严重的这个破坏 我倒不认为 上个星期吧 呃那个中共中央呃要求它几个大型的国企呃 呃加强在香港的投资 那么您觉得这个是中央帮助香港作为一个地方 希望它的经济能够稳定 还是趁机以经济就控制香港的局面 呃对这个呃国企在香港已经占很大的这个呃比例 我们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至少管了96家的这个呃国营企业 那呃呃有三家已经总部设在设在香港 就是招商级华任还有中国旅行社 这总部设在设在香港 那除了这这些以外 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个H股局 也就是说都跟中国有关的 有250家H股 还有这个171家所谓的红筹股 也就是说有421家的的公司在在香港上市 呃市值大概占这个香港的这个呃 港市的三分之一 大概1.5多万亿的的美元 那这个占的三分之一是相当大的 所以已经在那在香港着力很大的 这有一个好处 它已经在香港呃等于是市场 在97年的回归的时候 那时候才16个百分之一 现在大概35个百分之一 所以在那个香港已经控制很大 那现在呢它认为说必须在这个层面上能够巩固 如果香港这个市场或经济有危机有动摇的时候 变成这几家421家国企它有稳定香港的作用 所以它那一天的会议也就是告诉他们 你在香港要稳住 你在香港的公司 你不但要派员在那里 而且你还要持股 最主要是这样 稳定香港 中国还是需要香港的 那么现在因为香港这些动荡 其实就已经引来的国际市场上的金融大鳄的觊觎 那么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索罗斯 索罗斯在97年的那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也试图要做空香港 那么我们就是根据报道说 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大笔的抛售空单 试图在这个在这种混乱中获取具例 但是因为港交所的电子系统在9月5号的时候出现故障 俄罗斯的这打算就落空了 所以它就损失了24亿港元 这个事件是不是凸显了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一种弱点 这个事情我们也很难保证说不会发生 就是说交易所里面出事情 这个情况有时候美国也发生过几次这种情况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运气不好 但是我们从索罗斯的作为来看 当年90年代末期 它这个发动这个亚洲金融危机 这个事情它是从泰国开始的 它认为泰国这种经济情况 国际收支平衡的情况的话 这个泰铢一定会大跌 所以它就放空 那真的是没错 它赚了很多钱 那这一次呢 它也是用逻辑的想法 这一个游行后来变成有点就是说暴行 在这个情况之下 香港经济香港的股市一定受到严重的打击 大游行的开始的时候 应该是6月9号开始 事实上那一个月港市是往上爬的 然后到7、8月才跌 而且跌的程度也并不是太大 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已经涨到29,000 那昨天收盘大概是26,000多 跌了差不多10%下来 所以变成照原来的逻辑做的话 可能本来就已经不对了 那又加上这个港市操作上的gritch的话 就造成它的赔大钱 那么您觉得对于在从政治方面来讲 现在就是说香港的经济这么岌岌可危 那么如果说中央的资本进来了 势力也进来了 张港之后未来的政治上的独立性 是不是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呢 对 现在是这样子的 当初可能这一个运动目标有 比较远大辉煌的目标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他认为 这是无止境的 无止境的抗争 那很可能让这一场运动走向悲剧 然后就造成示威者陷入比较不利的处境 这是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一个看法 那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关注呢 可能也越来越弱 这样对这个反送中是不利的 比如说美国白宫近期的白宫的所谓的 他都有一个所谓国际事务清单 国际事务清单上没有香港 而且英国在对这个支持反送中以后 他有一个声明之后 也没有什么下文 所以在西方呢 如果真的就是说北京干预强力干预的话呢 西方的社会可能没有人起码来拯救这些香港的民主人士 因为西方可能也发现他说没有能力 也没有法律的地位来进行干预 所以也就是说即使全世界同情香港 但是怎么样去行动 以及这个行动下面带来的风险 最后都是在香港人身上的肩上要扛着 所以在政治上可能这个情况慢慢会减弱 因为毕竟在28年以后 中国就正式接收香港 他也可以说我们就不需要一国两制的 就香港变成就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或是把你改成香港市 这个都有可能 28年是很快就到了 所以香港这个事情有政治层面 有经济层面的 经济层面很多人比较不担心 因为中国是需要香港的 中国需要香港 我们以前说香港是中国的肺 中国要呼吸 所以国际金融是世界的要呼吸要肺 现在可能不是肺 可能至少也是一个鼻子 所以我认为北京不会对香港 现在的金融体制 法制 政治方面会动手 着力太大 我是认为这样子 好 那么严先生 今天就谢谢您接受采访 谢谢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RYM 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